针对七土区公建路瓦斯外泄事件 市长谢国良在公务处长陈耀川陪同下 召开记者会宣布 将依天然气事业法财罚新龙公司35万元 从那一天的案例来看 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标准作业程序的 甚至连紧急联络人在寻找上 大家也是彼此在那边询问摸不太清楚 所以我想这件事情对于还好 还好是说这件事情是有惊无险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伤亡 可是各位可以想想看 假如事情有扩大之余 灾情有扩大之余 那事实上后果就是难以想象 在事情发生后 我们请公务处以及消防局 依法做一个检讨后 我们有了以下的裁处 首先我们是引用 这个天然气事业法第16条 第一项 输出设备有引起灾害之余 那这个标准是明显构成 天然气事业应该要采取 必要之处置或改善措施 其实到了现场 他们是并没有一个有效的办法 去马上立即改善 现场大家真的是摸不着头脑 大家一起在讨论 讨论了好几个小时 然后最后是由民间人士提出建议 是否扩大关闭的规模 最后才把他们属于中压的管线 而且是属于他们民国68年就买好 现在不用的管线的部分把它关闭 然后这时候火才得以灭洗 所以我们会依第16条第一项 天然气事业法第60条 规定里面是有几项 是属于要罚一定的财罚的 其中第三项就是我刚刚所引的 违反第16条第一项的时候 我们是要处30万以上 150万以下罚款 那我们昨天在跟陈处长 讨论了很久 我们想要就是表达说 我们对于这件事情 我们非常关心 所以我们决定财罚新农公司 35万元 并且我们要立即的要求他们 改善这个灾害应变措施 而为了提升各管线单位的危机意识 建立应变机制 公务处表示将于本周五 邀集水电油气管线单位 召开紧急应变会议 那我们在礼拜五早上 会找水电油气的相关管线的公司 来召开一个紧急应变会议 那主要的议题会有三个 第一个部分就是 刚刚市长也有讲到的 就是说水电瓦斯的 这些管线单位 他们到现场之后的一个 紧急应变的一个计划 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一个 标准的一个作业流程 那发生的事故之后 他们的第一步动作 第二步动作 第三步动作都要写得清清楚楚 让我们这边知道 还有就是我们的紧急联络人的机制 他们的第一个联络人 第二个联络人的对象是谁 我们都要 这边都要能掌握 请他们列表来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一个老旧图资管线的一个建制 因为这次的事件之中 那个新农瓦斯公司 他们一直觉得说 那个管线没有在图资里面 他们觉得应该不是他们的瓦斯管线 那最后证实 最后证实他们 他们自己去关了一个 大范围的一个中压的开关之后 确定是他们的瓦斯管线 所以这个老旧管线的一个 图资的建制的一个资料 也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希望说 所有的公司都能把老旧图资 能够找出来 建立数位化 那以后我们如果有管线的资料 我们就可以在那个系统里面 找到这个老旧图资的一个管线 对 那第三个部分就是 刚刚市长有提到 就是有关于水定瓦斯 那一些民生的一个 施工的过程之中 那会暂停供应的部分 我们要求他们一定要 公告七日以上 才能来施作 那公告七日以上 并加强宣导 让民众知道 说明 那才可以施作这些 这些管线的一个施工 市长谢果良强调 当天的状况 让很多民众都回想到 高雄气暴意外 因此市政府必须重视这个危机 希望与管线单位攜手 建立起灾害应变机制 让基隆能成为 更安全 更友善的都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